美日印澳首脑联合声明多次剑指中共 前五角大楼官员说 台湾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中共承认绑架罪 孟晚舟一反国加拿大人获释 不论谁执政 德国新政府渴望对中共更强硬 中共地方政府让国企破产 分析说政府已失信 北美最古老人类脚印出土 距今2.3万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9月25号星期天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24号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 在白宫举行首次面对面进行的 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聚焦高标准基础设施 安全5G 网络空间合作 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稳定等多方面 多次剑指中共 声明表示 四方峰会让我们和世界 重新关注印太地区 共同致力于促进自由开放 以规则为基础 根植于国际法 不畏斜迫 以加强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我们支持法治和航行自由 和平解决争端 也支持民主价值观和国家领土的完整 声明提到 四国加强疫苗合作 应对COVID-19 有分析指出 这是为了应对中共不负责任的疫苗外交政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中旬 曾谴责中共的疫苗外交带有附加条件 那些国家答应了 才可以接收到疫苗 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 玩弄政治 对于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 打造安全武器方面 声明说 为了确保技术的设计 开发 治理和使用方式 受到我们共同价值观 和尊重普世人权的影响 我们正在推进安全 开放和透明的5G和超5G网络的部署 促进创新并推广可信赖的供应商和方法 此外 四国还表示 会建立一个新的四方安全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 支持G7的基础设施工作 并期待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包括与欧盟 声明说 我们再次确认 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原则 支持主要债权国 按照国际规则和标准 提供开放 公平 和透明贷款的重要性 包括债务可持续性 和问责制 并呼吁所有的债权人 遵守这些规则和标准 此言论被外界视为 剑指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近年来 备受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 被指是中共的债务陷阱 很多小国因为一带一路 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危机 另外声明还说 四国开始在网络空间 开展新的合作 并承诺共同努力打击网络威胁 提高弹性 并保护四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四国将加倍努力 确保成为印太地区和平 稳定 安全与繁荣的力量 将继续倡导遵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涵盖的国际法 以应对对于基础规则的 海洋秩序的挑战 包括在东海和南海的挑战 据美国之音报道 近年来中共对台湾使用 被称为灰色地带的手段 以达战争或冲突的军事 外交经济和政治施压 试图以最大压力 强迫台湾人 接受与其统一 今年3月 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的 戴维森 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 中共可能在未来6年内 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明确的时间线 引发了极大的震撼 也加深了台海 可能发生冲突的急迫感 23日 24架中共军机 再次入侵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 国防战略报告首席作者 克尔比认为 中共将使用直接军事力量 达到其政治目的 华盛顿应该建立一个联盟 来抗衡中共在地区的霸权扩张 阻止中共跨出西太平洋 以日本、台湾及菲律宾 为最前线的第一岛链 此前 克尔比曾表示 最危险的情况是 中共以封锁和轰炸侵略台湾 以最快方式攻占 并取得对台湾的控制 使美国来不及干预 然后在造成继承事实后 就能迫使美日澳等国 接受这个难以逆转的新现实 一旦那种情形发生 美国总统的领导力 和某些其他因素 才是真正的关键 从非正式调查看到 多数美国人 对于为台湾而战没有兴趣 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也说 台湾正面临一个非常恶劣的危机 台湾必须保卫台湾 不能只依赖美国 台湾必须开始行动 赞英文总统正在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这值得赞扬 防务开支增加了 不过台湾还必须做得更多 美国国家军事学院海洋战略退休教授 伯纳德也认为 台湾还没有为自己的防卫做最好的准备 任何美国总统在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武装攻击时 将难以袖手旁观 但是否为台湾进行军事干预 几乎一定只有在台湾为保卫自己的领土 做出最大准备时才会决定这么做 台湾政府最近为明年提出的国防预算 约为169亿美元 还增加了用于精密导弹和航载武器系统的特别预算 围绕孟晚舟引渡案而引起的中加外交危机持续近三年后 24号出现了重大转折 孟晚舟与美国司法当局达成了延缓起诉的协议后 当晚乘机回国 接着中共释放了被拘押近三年的两名加拿大人 他们也已经在25号的早上安全抵达加拿大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现场接机 此前应美国司法部要求 2018年12月 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 随后中共威胁说 加拿大如果不释放孟晚舟 后果不堪设想 并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 在这期间孟晚舟获得保释 在温哥华他的豪宅接受监视居住 而两名加拿大人被单独监禁 牢房里的灯日夜不停地亮着 人权组织认为 这可能导致睡眠不足 认定是一种酷刑 关于孟晚舟反国加拿大人或是 大纪元评论文章分析 这释放了多重信息 第一 中共在确信孟晚舟将获得自由后 立马放了加拿大人 等于承认他犯下了绑架人治罪 说明中共对两名加拿大人的检控和扣押 全是非法 两人被无理地关押了1020天 中共没解释 没道歉 从头到尾让国际社会见证了 中共玩弄的一场绑匪的敲诈案 中共为了保住华为和孟晚舟花了大力气 致法律 事实和外交礼仪于不顾 而值得中共付出重大努力的人物 一定关系到中共的核心利益 涉及到高层内幕 或者能为该党创造巨大价值 第三 2019年1月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及孟晚舟 随后 此民营企业的红色背景渐渐被起底 该公司涉嫌窃密的多起诉讼案 也被美媒整理并扑光 2020年6月14号 路透社独家报道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20家 由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的名单 华为榜上有名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身份和军方背景 引起了外界的质疑 华为实际上并非民营企业 第四 对于孟晚舟回国 许多美国和加拿大网友表示失望 批评两国政府向中共妥协 评论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强调与中共合作 重复碎禁的老路 只会让流氓更嚣张 假如民主政府不接受教训 一而再再而三的与流氓握手协商 那么正义的壁垒将不断的塌方 受损的将是整个世界 不过美国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专家史国利认为 释放孟晚舟的事不会造成任何根本的改变 拜登政府将继续制裁华为 不信任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技术方面 德国即将举行国会大选 从趋势上来看 将来不论谁上台 新政府渴望调整默克尔的中间路线 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据网社报道 近年来默克尔一直小心翼翼 避免与北京对抗 对香港恶化的局势和维吾尔族受到迫害相对低调 去年底 他更在欧盟轮值主席任内 完成与中共的投资协定 在许多批评者眼中 成了北京可靠的伙伴 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长班纳指出 默克尔不认为欧洲有能力与中共一较长短 他的政策等于把自己看扁 让欧洲处于被动 最后将完全失去谈判的空间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执行长 爱希布鲁克发出警告指 他说中共正在大肆并购 外国技术成为科技大国 西方领先的窗口越来越小 德国工业联盟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沦为奴工的问题 批评中共一再违反人权 警告德国企业要注意在中共投资的红线 尽管这次选战聚焦内政 从政界来看 提到中共的篇幅比以往都多 语气也多见批评 默克尔隶属的基民基社联盟 在竞选政见中批评中共 用尽一切手段按自己想法改变国际秩序 增加其他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的依赖 自民党批评中共恐吓邻国 绿党批评中共追求独裁霸权 候选人贝尔伯克呼吁欧洲 要团结起来与美国合作抗衡中共 相反 德台协会近日询问各党对台政策 绿党表示 鉴于中共破坏台海现状 执政后将强化欧盟与台湾的政治关系 增加双方高层的互动 并支持欧盟与台湾签署投资协定 自民党旗下智库脑曼基金会 日前才在台湾成立据点 5月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删除竞选纲领中 有关一中政策的内容 贵州省近日下发文件称 国企融资时要声明 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 严重资不抵债 失去清偿能力的国企 要进行破产 重组或清算 分析认为 大陆各地都存在政府无力支撑 债务的情况 投资人已经不再信任政府 贵州省9月印发贵州省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该办法从10月8号起施行 内容中称 国有企业在举债融资时需要主动声明索取债务 是企业债务 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 对此化名为流同的大陆业内人士 24号对大纪元表示 这份文件反映出贵州的地方债券违约严重 中共地方政府发债的主要渠道之一是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该平台过去多年来大规模的发行城投债 截至6月 城投平台存续债余额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 涉及116家融资平台 流同说 贵州所有的国有企业除了贵州茅台 什么都没有 但是茅台实际上是一个金融产品 它的价格是炒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价格 地方政府说 城市要发展就发一款债券 让老百姓来买 通常老百姓会基于国家信用 比较相信这种国债 但是你去看看 谁还敢买贵州的地方债券 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表示 过去认为中共国企央企不会破产 是因为大家认为 国企央企背后有政府的支持 这些企业很容易从市场上融资 通过发债券还钱 导致雪球越滚越大 但是很多是无效的投资 回报非常低 导致债务高起 而这个无效投资是为了拉动GDP 的确把GDP吹高了 但债务也吹高了 到最后没有钱还的时候 就面临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如今投资人已经不再认可 政府的这个所谓的信用 国家地方就算有意愿支持 也没有能力再支持这些企业 研究人员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说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现的脚印化石表明 早些人类大约在23000年前就已经抵达北美 第一批脚印是在2009年 在白沙国家公园一个干涸的湖床上发现的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最近分析了留在脚印中的种子 确定这些脚印的年代介于22800年前至21130年前 这一发现可能会揭开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一个谜团 即人类从非洲和亚洲向世界各地分散以来 什么时候第一批定居美洲大陆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早期人类是通过一座连接亚洲和阿拉斯加的一座路桥迁徙过来的 根据各种证据 包括石器、骨骼、化石和基因分析 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了人类到达每周的一系列可能的日期 从13000年前到26000年前或者更早 报告中写道 与文物、骨骼或其他更常规的化石相比 脚印化石是更无可争议、更直接的证据 研究人员认为 至少有些脚印是生活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留下的 2009年白沙国家公园的资源项目经理布斯托斯 在古诗地发现了第一批脚印 这些年来他和其他人在公园里发现了更多的脚印 23日布斯托斯说 我们知道它们很古老 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 这些脚印化石由细粉沙和黏土组成 非常脆弱 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迅速地采集样本 我们保存它们的唯一方法 就是通过拍摄大量照片 并制作3D的模型 把它们记录下来 早前在白沙国家公园的挖掘中 科研人员还发现了 剑齿猫、恐狼等其他冰河时期动物留下的足迹化石 好的,以上是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